主公 吕布已经带兵 投奔虾批去了 草人 在 立刻靠军 传命各部歇息三日准备 不 只准歇息一日 明日即攻打虾批 主公 将士们已经奔袭了六百多里 即使人扛得住 这马也扛不住啊 只些一天 恐怕 吕布如同惊弓之鸟 如不乘胜除之 很有可能投奔袁绍 如此一来 袁绍的势力就变大了 明白了吗 末将明白了 这是 凤仙呢 我们刚刚大败死里逃生 这才来到虾皮 你看你 转眼间 你又快活地像神仙似的 心上我累了 想歇一歇 知道吗 现在外面是军心窑洞 生兵满营啊 你作为义军统帅 你应该到将士们中间去啊 我去过了 我刚刚视察过城防了 情况怎么样 下批城防坚实无比 城中粮食充足 足够使用百日 城外又有到似水之险 只留湍急 曹操大军如果来 我军聚成而守 无忧 先生只管放心 可 尚将军 曹操率军叩关 听得了吧 曹操大军又到了 你在这里对酒耽搁 人家可是没有片刻的歇息啊 碧城减少 不可迎战 诺 尚将军 曹操匹马来到吊条前 呼唤将军 出城相见 他想见我 封仙哪 曹操德诡计多端 你可千万不要理睬他 见见又有何法 说不定 说不定他是来跟我求和的呢 哎呀 你 你怎么如此的天真呢 先生请上城 是吧 帮我披甲后就来 快去我方天化吉 诺 将军 公太先生对你忠心耿耿 你真应该听听他的劝呀 陈公虽然忠诚 但他太过傲慢 那你呢 你就不傲慢了吗 奴婢倒觉得 这全天下最傲慢的 就当说将军你了 将军 你想 那成亏父子 倒是最为卑谦 可是卑谦之下 暗藏艰险呀 埃琪说得是 我愧对成功了 论英勇 将军是天下无双 可是论计谋 跟公太先生比起来 将军 你倒像是个孩子 好了 快去和公太先生 商量一下 该怎么办吧 去呀